红海经理李步云昨天参加在大台北运动公园所举办的超级铁人三项比赛时 上午9点多下水要挑战1.5公里的长泳项目 结果跳下水之后就失去踪影 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根据了解44岁的李步云他是第一次参赛 家人指出他没有任何的疾病史 在下水的时候呢 上半身只穿着背心式的防寒衣 同队的选手没有人看到他是否上岸 锦绍今天一大早持续出动大批人力来搜索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任何讲过